见过脑残运营 没见过这么脑残的 首先我不玩塔克夫 也不认识什么暗虚突围 但这个双方大战 我看完直接笑晕了 啊 逃离塔克夫这个游戏 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这游戏有三个特点 一 上手不易 第二 外挂居多 第三 贵得要死 针对第一点 那只能是菜酒多恋 第二点 只能骂官方 因为官方基本不管 他们只在乎第三点 掐米 首先游戏是买断制 标准版就300多 而黑色边缘限定版 也就是所谓的中级版 更是直逼一千大洋 但官方也说了 这个黑边版老猛了 首先今次ID能装 后续还能免费解锁DLC 然而就在今年年初 塔克夫官方突然发文表示 黑边版马上停售 以后再也不卖了 消息一出 很多玩家都开始花钱升级 毕竟马上绝版 结果黑边绝是绝了 官方在前两天又宣布 上限一个黑边升级版 金边版 售价2000多 比黑边还猛 不仅有各种专属道具 还有60米不拉仇恨的机制 简直逆天 而金边专属的一个PVE模式 黑边玩家还玩不了 因为官方说了 这个不算DLC 黑边要想玩 必须升级金边 再交500 好好好 究极被刺 一些不服的冤种 只好再冲 但大部分黑边玩家 还是直接开喷了 后来官方被喷的不行了 于是又说 行行行 这PVE 所有玩家都可以免费 呃免费体验6个月 这个就叫专业 太顶级了 而就在这时 暗居突围直接入场 就是发文 收留伤心塔克夫玩家 赶紧来测试 不测我们吧 塔克夫官方一看 漆在我们头上 直接开拉是吧 于是发文怒怼 好好好 都去玩抄袭 20分钟就玩完了 好好玩 社会雨露一发 本以为玩家都会占自己 冲烂暗居突围评论区 结果是确实冲了 但冲的全是塔克夫 然后塔克夫也反思 知道肯定是这个 不要出金边的问题 于是当即宣布 后续升级金边 直接半价处理 也就是250 一时间 500升金的玩家 再度成了小丑 于是现在 是所有玩家 都直接开网 而一旁消息的暗居突围 先是回复 要从塔克夫官方期货码 又发文称 感谢塔克夫 免费广告的大理支持 并且还在游戏中 给所有玩家 送出神秘礼盒 嗯 金边礼盒 杀人还要 猪心